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收到电话 这个人他的单数复数的部分事实上是精准的 你看month有复数 calls有复数 那breakup没有复数 所以表示就是那一次的分手 好几个月后得到好几种电话 而且从我的这个就前任 那他的myx也是单数 如果是复数的话会加es 就是access这样子 ok 所以表示这是一个人 ok 牛红丝就在这里 他跟一个人分手后的几个月 就会得到他 就会收到他好多电话 那在电话中 所以where就是in the call 然后在电话中 they would just stay on the phone crying for an hour at a time 所以每一次打电话来 就是哭一个小时 因为他跟人家分手 人家哭 打电话来哭 你怎么离开我 什么这些 我好难过 注意 为什么这里用they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这个人的英文算是比较走在前面的 就是他不喜欢用男生或女生的人称代名词 来称呼他的这个前任 可能也就表示 写的这个原po本身 说不定也是一个不喜欢在性别上 做清楚定义的人 所以大家慢慢习惯这件事 they不见得一直表达 就是永远表达他们 我们当然学到了英文 he should it 复述是they 可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 embrace单数的they了 这真的是一个 我教英文教了这么多年 十多年 在这十多年里面 我大概从五年六年前起 开始跟大家说这件事情 就是they这个字 可能慢慢会变成是可以是单数 那我已经 就是这像是一个东西慢慢渗透下来 我已经渗透到我的生活中的英文了 它本来只是一个被放在一个蛮高的 就是大家在意识形态上 尤其是这种性别的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 他们advocate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用再来表达单数 可是呼应的人似乎当时五六年前还不多 但现在看到越来越多 包括这一个fest hole 而且我还看到了不止一次 这只是我现在 讲给大家听的其中一篇而已 好anyway so they would stay on the phone and crying for an hour at a time 那斗点后and文法非常好 而我呢就没有办法来挂电话 and I would be unable to hang up 这个人的英文写得很好 他的文法是 我无法挑剔他的 ok 所以这里的 I would跟 they would 都是would的 因为后面是原型动词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这里是would的 好 那除了很奇怪之外 这还还蛮无聊的 所以我或许可以挑剔他这里 可以来个斗点 可是据我的理解 没有也没关系 so besides being weird 除了这件事情很奇怪之外 这件事情也是无聊的 so besides being weird it was also quite boring 大家都理解 所以呢 他就会干脆一边玩 wordle 一边听着他们在那里慢慢哭 你知道wordle是什么 你要是不知道 你去google 我不介绍了 总之就是一个文字游戏 那他好像有六个字母 你要五个来六个 有点忘记了 反正你就要猜出他那个字母是什么 算是一个猜字游戏 一般来说可以几分钟内把它完成的 那这边就看到blubber 就是这边嚎啕大哭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哭的字 所以我这边做了一点笔记 who is they 你看who is they 我这里问的问题也不是who are they who is they 不知道 他的性别也是unspecified 所以哭啊 我们当然最常理解就是cry 这没问题 那weep这个字也可以是哭 两个一模一样吗 我实在不能说一模一样 cry是最笼统的哭了 那weep比较有错气 这种感觉这样 那如果你讲到blubber 就是哭的比较 这样子 那所以下面这四个我把它放在一起 ball how well blubber 其中有几个可以被理解为就是大声喊 像狼豪用的是how这个字 狼在叫比较不会用ball这个字 而ball这个字跟球b-a-l-l是同一个发音 okay ball b-a-l-l 所以你可以说 what 你小朋友摔倒了 然后就开始 the kid after he after the kid fell he started bawling okay he was just bawling right there 所以这个 bawling没问题 how 大哭 well 一样 大哭这样 blubber 那有一个固定的collocation 一个名词 要是你哭成一个很惨的状态 这有个片语叫梨花带泪中文 我也忘记了 我们会称为这个人的状态 是一个blubbering mess 所以我这边留了一个m开头的字 他是mess okay 所以在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后 我哭了三天 and I was a blubbering mess 这是固定的片语 就把它记起来 ok 好 然后我们把它程度调小一点点 let's dial it down a little bit 如果你今天只是 这样子哭的话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snivel 还有一个词叫sub 这两个字也有点像 ok sub snivel sub sub sub其实也可以是 比较大程度的哭 我觉得sub 不见得一定是小小声的臭叶 就是 但snivel就真的是 在那边这样子 错气的感觉 他就没有 的分别了 这样 ok 还有流眼泪 如果要讲流眼泪 我们会用什么动词 sh什么开头 不是屎 shed 流泪流血 流汗好像比较不会用这个字 you can shed blood ok 跟谁一起 sah 血 同盟 sah 血 联盟 sah 是这个字吗 sah 血 什么盟 好 anyway so you shed tears with your brothers with your sworn brothers shed tears 对不起我刚讲 shed blood ok 跟谁一起sah 血 所以这两个字 都可以是这种流血流泪 cool shed tear 好吧 这刚刚第一个 好像又讲完了哭的部分 来我们都看两篇 这篇很好笑我觉得 at the 他多了 他打两个的 这不是我打的 我只是原版的照抄过来 所以他自己多打一个 at the office party 所以办公室的派对 followed my boss into the toilet thinking it was gender neutral because of the stupid artistic figures on the door 第一句讲完 我先不要念完好了 先一句句来 尤其他有些文法错误 所以在这个party 他把爱省掉了 I followed my boss 因为他们有时候为了剪接 所以有的时候主持都丢掉 就跟他老板进入了一个 进入了厕所 因为他以为那个厕所是 性别中性厕所这样子 所以我们称那个叫 gender neutral bathroom 我在加拿大很多朋友 是很反对这个概念的 因为他们都是有女儿的 尤其我姐姐跟我妹妹 事实上我三个姐妹都有女儿 其中我大姐只有女儿 没有儿子 我大妹也只有女儿一个 那我大姐是 我姐姐是两个 那我小妹是 女儿跟儿子 所以在我的三个姐妹里面 只生了一个男生 其他都是女生 所以要是你先跟我说 小学里有 gender neutral bathroom的话 或者国中有 gender neutral bathroom 我们会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 就男生变态 然后就跑去这种里面 然后期望可以在里面 遇上女生 或许我讲的比较bias一点点 可是我对人性是没有这样子信任感的 所以为了保护我的外甥女们 我反对 在这个层面上 我反对gender neutral bathroom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大学里面 我大概就会觉得这还OK一点点 因为女生大概自己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了 然后大学里面 我愿意相信这种变态的会去欺负女生的人 相对来说比较少 欺负小女生的可能比较多 敢去欺负你大生的可能比较少 这可能是我很愚蠢的想法了 反正我做影片就是乱讲一通了 anyway 回来这里 就要跟着他的老板进去 以为那是gender neutral bathroom 为什么 因为在门上就有一些那种 你知道有时候去看一些厕所 厕所门上的那个标示 并不是非常清楚这是男生来的女生的 他就艺术性的那种 所以他这边有一个stick figure 什么是stick figure stick就是你知道火柴棒去画出来的那种人 用一根一根的火柴般的 一根一根的 然后把它画成一个人像 stick figure 而且是很艺术感的 所以这个字叫art art 那我做了一下research 美式的art 因为art这个字也通常一般来说加复数 arts 所以arty这个字也是有 arty这个字也有 那有一个source说这两个字不一样 有另外一个source说 这个是北美的用法 这个是音试的用法 那你就听听就算了 OK 好 所以上面就有一些艺术感的stick figure 在这个门上 it was the men's loo 所以其实是男生厕所 这个lo路就是音试的厕所的讲法 所以他们不会说bathroom这样子 或者restroom 或者还有什么说法 先这样子不管了 and he looked horrified 所以他跟着老板进了男生厕所 然后这个老板就你怎么进来了 he looked horrified and mumble 他就嘟囔着讲说 no no thank you thank you though 他说谢谢不用了 但是还是谢谢啦 谢什么 所以这老板误以为 这个女下属跟进厕所 是想要offer他一点什么东西 所以他跟他说 谢谢啦不用啦 这样子 no thank you thank you though 但是谢了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 I'm looking for a new job 他现在正在找新工作 因为他觉得 他社会死亡了 社会死亡了 来再看一篇 最后一篇了 my friend's ex is a comedian who has made a new show about their breakup 所以他的朋友的前任 是一个喜剧演员 喜剧演员 那这个喜剧演员呢 最近他伸出了一些新的材料 made a new show 有关于他们的break up 所以等于就是说 其实你看他跟下一句 是接在一起的 washing their laundry very publicly 这两句 你要能看得懂在说什么 我自己试着查 就是wash laundry的这个部分 查不到 但是我知道这个典故 所以我要讲给你听 这个是Google不到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 或许是我的课程的价值所在 再看一次 他朋友跟他的前任分手 对不对 那他的前任 就把他们的分手的故事 讲成了喜剧 讲给观众笑 换句话说 他把他们的私事 搬上了台面 当成笑话 讲给人家听 right 这个就叫做 wash their laundry 你的laundry是你自己的 就是你的带洗衣物 对不对 我自己有一个篮子里面 全部装我的laundry 我们还学过 如果这个篮子 是一个桶状加盖的话 叫做hamper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但anyway 这个wash your laundry 的隐喻的意思就是 把你很私密的东西 公开给人家看 所以以前有一个 网路上大家会做的行为 叫做写部落格 对不对 你是个blogger you blog about your life 那我以前在 我以前看过一个 报纸的报道 就是说 那个我记得报纸 那个报纸就是 global mail 还是national post 就加拿大的 那个全国性的报纸 那那个时候 网路还不是那么的盛行 说真的 相对于今天的这个 就是大家 深入生活的规模来看 而且那时候 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大家都用电脑上网 所以那个时候 我看那个报纸 他就在整理 他那个报纸 选的年度字 你看我很爱年度字 从那时候就很爱了 那他那个时候 也整理了一系列的字 来当做年度字的 这个选择这样子 那其中有两个 就是我非常有印象 他们当年度字的candidate 其中一个叫做 five bucks 为什么five bucks 五块钱 可以当成年度字的候选人呢 因为那个时候 starbucks刚刚开始 渗透入大家的人生 那starbucks这个地方 星巴克 你进去就是得花个五块加币 才出得来 所以他们就把starbucks 细称为five bucks 拆点成为年度字 OK 好 那另外一个年度字的候选人 就是washing your undie 好写出来给你看 washing 那这里我要写 所以wash somebody's undie undie是什么 underwear 那他就在隐喻 写部落格 以前大家写部落格 我自己曾经写过十年 很扯 在无名小站上写了十年 后来都没有了 就不见调 我也没有backup 也蛮可惜的 我十年的人生 大概就是从20多写到30左右 但是其实你在写部落格 就是把你的私生活 丢给人家看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有写过 你懂我的意思 今天我又去干了什么事情 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好好吃 这样一折部落格 加个照片 或者我今天跟男朋友吵架 跟女朋友吵架 吵的内容是什么 全部巨细迷一写出来 我一直认为 他对我是怎样这样 那我不喜欢 那沟通又无效 你看 把这些私密的information 给人家看 这就像在人家面前 洗自己的内裤 像不像 这是我的内裤 你看上面有污渍 我洗给你看 That's washing your auntie 所以写部落格 然后把你的私生活 铺路给人家看 就是洗内裤给人家看 所以 这里说 他的朋友 跟前任break up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喜剧的 桥段给人家 讲给人家笑 washing their laundry very publicly 希望你懂了 用一个很公开的方式 洗衣服给人家看 好 下一个 He's touring 所以这个家伙 正在巡回演出 And whenever I go on social media I get paid ads encouraging me to book to see him 好 这句也有点重要 他在巡回演出 而每一次这个原po 上社交网站的时候 社交媒体的时候 他都会看到一大堆 付费了的广告 我讲付费了广告 或许很奇怪 总之就是你会看到广告 而这个广告是 人家付了钱给你看的 大家懂我意思 像我有时候看到什么 什么丹妮表姐什么谁的 我没有关注她 可是我就是会看到她的广告 那是因为丹妮表姐付了钱 付了钱来让我看到 就是她又增加曝光度 对不对 我相信大家懂这个概念 所以你在脸书上 打一些那个广告 或Instagram上打广告 其实人家都是付了钱的 那你会看到这个广告 其实她就得付钱给广告商 OK 所以她就得到paid ads 鼓励她去来订票 来看她的这个演出 那如果说你有去点 这个付费了的广告的话 那个买广告的人 就得付钱给广告商了 所以这个人 这个原划就是 I click every time knowing it will cost him money 所以她为了替她朋友报仇 就是我看到你的广告 我就点进去 可是我不买你的票 但是有点 有点阅率 那个人就得付广告费 是这样子的概念 好 我应该又over-explained了 你大概是懂了 我们把这段再念一次 So my friend's ex is a comedian who has made a new show about their breakup washing their laundry very publicly He's touring and whenever I go on social media I get paid ads encouraging me to book to see him I click every time knowing it'll cost him money 搞定 All right 蛮有趣的一个故事 是吧 好啦 我们到这里 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